在给外公的信中 苏芬没有提及安杰丽娜的最新消息 她担心这样会给外公带来心理负担 因为她很清楚 她得知此事之后 必然会像奥萨罗一样 对自己的安全固立重重 她不愿意她陷入因为距离遥远 而鞭长莫及的焦虑之中 她丝毫也不怀疑 她宁可自己出手 也绝不会同意她冒险的决定 但是苏菲主意已定 她不会给自己设置多余的障碍 她告诉外公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让她再多等待一些时候 整理好了自己 苏菲敲开了旁边奥萨罗的房间 意外的是 来开门的竟然是彭彭度 苏菲大人 她向她行礼 你好 彭彭度 她也连忙回礼 却不料被她闪了开去 不受她的礼 苏菲没说什么 她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 她已经换上了一件浅紫色的绸裙 裙幅的腕部和领口 是有雅致的深灰色花边 她特意在头发上 别了奥萨罗送她的唯一的黑色发卡 给人的感觉既温柔又优雅 看到她仙弱的样子 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保护语 但是如果你注意到她的眼睛 就会发现 那里面有着无与伦比的勇敢和决心 你会觉得 那种想要保护她的念头 颇为可笑 她显然是个有着顽强意志的强大存在 我爱公给我传来的消息说 说人已经全面撤军了 真是太好了 这场讨厌的战争总算是要过去了 她一点也不想隐瞒自己的喜悦 奥萨罗微笑着迎向她的视线 她的笑容看起来仍有些僵硬 但已经比之前要自然多了 一旁的蓬蓬度大人 差点惊掉了下巴 她怎么也预料不到 千年不变的王上 会在短短的时间里 发生如此大的改变 她朝苏菲那边瞥了一眼 是这个女孩子的原因吗 你很讨厌战争吗 奥萨罗的心情似乎不错 当然 还有人喜欢战争吗 她反问道 在我看来 发动战争 是某些有野心的阴谋家 他们无非是想欺骗 和利用人们盲目的热情 达到自己的目的 获得最大的利益而已 她微微笑起来 因为她发现奥萨罗还好 可是蓬蓬度大人 却是一副见鬼的表情 她的想法很意外吗 我刚才已经让人 给家门那边传了讯 和她约定了时间 不知道是什么 让奥萨罗忽然改变了主意 这么短的时间 她竟然连时间都定好了 苏菲一时之间 有些不明所以 她突然跨一步 走到苏菲面前 双手伸出 攥紧了她的肩膀 她能够嗅到那熟悉的气息 以及带着压迫感的气氛 蓬蓬度还在旁边啊 苏菲脸色通红 想要用力挣脱她 却发现奥萨罗的眼中 是一种严肃和忧色 你要稳住苏菲 我会和你在一起 你要和我一起去吗 苏菲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对 我会记入园里 不过会有些痛苦 你要有准备 奥萨罗的手 变得温柔起来 两天之后 一会儿不管看见什么 发生什么 都要保持冷静 不要理会 更不要动 奥萨罗叮嘱苏菲道 她点点头 我没问题 奥萨罗停了一下 手轻轻挥了一挥 蓬蓬度苦着脸 摆上一个结实厚重的 黑规模椅子 魔王高大的身体坐下去 她的眼睛紧紧地瞪着苏菲 苏菲只觉得一阵微微的晕眩 额头一跳 圆蹦了出来 悬在她和奥萨罗之间的半空 四目相对 交汇在原处在的线路上 突然 苏菲头皮发麻 自己的理智还没有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眼泪已经刷得一下流满了脸颊 只见明明白白 她眼睁睁地看着奥萨罗 从头顶开始到颈部 自上而下 出现一条红线 也就一瞬间 她的身体 竟然左右裂开了 在恍惚中 她似乎看见了她的表情 痛苦的眼神 扭曲的肌肉 天哪 她攥紧了拳头 紧紧地闭上眼 使出最后的意识 控制住自己身体和精神力 不向奥萨罗冲过去 如果她早先告诉她 分开灵肉的过程 对她会有如此可怕的伤害 她一定不会赞同这个计划的 怪不得彭彭彭这两天 一直苦着个脸 满目地担忧 现在 该怎么样才好 苏菲颤抖着身体 意识在模糊中 试图费力地思想着 好了 没事了 依稀失去意识控制的过程 在苏菲感觉上 似乎只过了几秒钟 很快就在脑中 想起了奥萨罗的声音 好像是从园里传出来的 看来 不知何时 园已经回到了自己的额头当中 由于闭着眼 在脑海里浮现的图像 有着淡红色的背景 奥萨罗的身影出现了 她没事 还是和往常一样坚实 稳定 苏菲长长地出了口气 也许刚才奥萨罗被分开的图像 是幻想中的错觉吧 吓到你了吧 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 不然一定不会让你留在这里 让你看到全过程 奥萨罗带着倩义说道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和她说话的方式 已经变得轻松自然 第一次做这样的实验 她知道自己在冒着一定的风险 但效果看来是不错的 她的灵魂被自己拨开 变成两块 大部分已经进入圆 另外一小部分 被成功地留在现场版的奥萨罗的体内 想也知道 加文一定会派手下来赐她奥萨罗的行踪的 现在的策略 就是保证奥萨罗在苏菲离开这段时间里 还能为叛逆者的奸细所看见 并全面掌握这次最大规模的围剿行动 当然 这样一来 一旦苏菲那边出现什么意外 她这边也好做出及时的应变 你没事就好 苏菲心里有着一种顿顿的疼痛 她没有想到 她会为她做到这样 这样的意外已经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的时候 为了帮她解除法则的攻击 她亲眼目睹她 甩掉自己身上大量的鲜血 我是丹纳特拉 加文大人派我来接石化罗小姐 这位自称丹纳特拉的人 肩膀很宽 身上穿着一件青蓝色 瘦皮制成的长风衣 她长得并不英俊 看起来却十分的顺眼 而且形势温温有理 并不惹人反感 她时候只带着两个随从 还把他们留在了门外 并没有让他们跟进来 总体表现得相当的得体 表面上虽是这样 可苏菲却并不这么认为 不知为什么 她感觉到了这个人紧张的情绪 尽管她的肌肉并不僵硬 语气也非常的平静 在奥萨罗这样的冰块面前 一个叛逃出去的魔族 想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她想 请问 安吉丽娜现在在哪里 基本的寒暄都没有 反正大家是敌对关系 苏菲不想浪费时间 丹纳特拉礼貌性地轻轻嗓子道 嗯 加文大人说 只要施华洛小姐到达了预定的地点 安吉丽娜自然会被送到那里 很快 她强调着 似乎很怕苏菲不相信她 苏菲发现 在讲话的时候 丹纳特拉没有看奥萨罗 她似乎渐渐开始适用房间的气氛 变得比刚才勇敢一些 有恃无恐吗 苏菲心里压下 对这些外婆生命造成威胁的叛逆者的痛恨 她只想快点达到目的 奥萨罗仍是一副冷漠淡然的样子 与平时没有什么不同 可是 她却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存在感 尽管丹纳特拉的视线 一直集中在苏菲的身上 但此人显然无时无刻 不受着奥萨罗的影响 苏菲注意到 刚才奥萨罗伸手端起茶杯的时候 这位特使大人 有一瞬间是僵硬住的 幸好苏菲心里正记挂着外婆 否则她可能会因为这样的发现 而笑出来 一切太过顺利了 顺利地让丹纳特拉惊讶之极 没有任何想象中的刁难 甚至连鄙视都没有 毕竟她是叛逆者不是吗 事实上 她是在索尔所公大陆上 土生土长的叛逆者 她的父母都是加文阵营的 她从小的时候起 就一直在接受 永远忠于主人的 半强迫性教育 此刻 能够被赋予如此重要的使命 就说明她是出色的 说明加文大人相信她 一定会把事情做好 在丹纳特拉的猜测中 邪恶残暴的魔界主人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她虽然能够感觉到 那人身上渗出的寒气 以及眼神中的犀利冷硬 但她看起来 却并不是那种外表丑陋 形式恶毒的样子 第一个照面 她就意识到 天生威夷 和不可亵渎这样的词 好像专门就是用来 形容眼前的男人的 甚至 甚至她所崇拜 和喜爱的加文大人 都比不上她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她心里暗暗叹息 过人任何事情 都不能只看表象 谁能想象这样的人 做尽了坏事 害他们有家不能回呢 魔界在丹纳特拉父母的描述中 是最美丽 最适合魔族人生存的地方 她心里有些按耐不住激动 等这件事情圆满了 她很快就可以回到那个地方 回到那个对她来说 有着无限吸引力的地方 这是加文大人 对他们所有人许下的承诺 为此 大人这些年的努力 他全都看在了眼里 铲除邪恶的魔界主人 还给魔界一片透明的天空 丹纳特拉提醒自己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加文大人运筹帷幄 一切都会非常的顺利 离开斯派克里城的时候 丹纳特拉并不担心魔王的追踪 因为加文早就说过 夺也是没有用的 奥萨罗一定不会让他们 离开他的视线 只不过 他们一旦离开了斯派克里城 进入海底隧道 那么那位魔王大人 就会彻底失去他们的踪迹 加文大人有设计 恐怕连创世神大人都难以破解 对此 他很有信心 有了奥萨罗的陪伴 苏菲不再紧张 他不打算让妖精界里的小妖和小黑 参与这趟危险的行程 索性小黑仍然在练功 对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情 小妖这边 苏菲之前就说服了他 只要看着就好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反正有了魔王大人的 亲自照顾 他这次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我和你说话 别人不可能听得到吧 苏菲小心地问着奥萨罗 他并不十分清楚 与现在园里沟通的他 和平水有什么区别 应该与他和小妖 小黑之间的那种形式不同吧 他猜到 当然 不过你最好少说话 集中注意力以防万一 奥萨罗回答他 丹纳特拉和他的两个随从 并没有把苏菲绑起来 也没有对他使用什么特别的对待人质的手段 大概是觉得 对付一个人族的小姑娘 用不着这样吧 事实也是如此 苏菲并不打算反抗 他们带着苏菲 顺移到了一座距离斯开破里城 不太远的孤岛上 这里有五位正在等待的手下 他们恭敬地向着丹纳特拉行礼 然后将苏菲围在了当中 要开始了吗 他们究竟要将我带去哪里 苏菲非常的好奇 他嬷嬷挂在胸前的项链 但愿这个传送门到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只见几人对望几眼 同时念起了咒语 虽然不是默念 那些咒语苏菲听起来也不太清楚 可是 他却注意到 这些人所念动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 本来他还想凭借自己出色的记忆能力 记住那些咒语 但是发现这根本不可行 他们每个人所念的咒语之间 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不等苏菲开口询问奥萨罗 他就发现上次奥萨罗 带他离开仪器空间的时候 那种可怕的各种嘶鸣 尖叫和各种嘈杂的声音 只是没有当时那么夸张而已 跨越空间吗 这是哪里 他们好像来到了一处怪异的时光隧道 这感觉很难形容 左侧是蓝色的水元素构成 右侧是红色的火元素构成 但苏菲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周围的温度有什么变化 脚下是坚实的灰色地面 不知为什么 那灰色的地面给了苏菲非常诡异的感觉 一种死亡 永恒之类的感觉 在水与火的夹缝中 空气时而干燥 时而湿润 光线也忽明忽暗 闪烁不定 除此之外 苏菲还感觉到了他非常熟悉的空间元素 这里的空间元素非常的活跃 同时也显得不怎么稳定 他被八个高大的魔族人围在中央 身体和精神里都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 走吧 丹纳特拉的声音在四周引起了回响 施华洛小姐不用担心 这里没有什么危险 他一边说着 一边领头顺着那隧道向前走去 苏菲理智地朝他点点头 并看到了对方眼中的赞赏之色 他有些纳闷 在他眼中 他是不是应该对将要面对的未来 感到恐惧不安呢 不声不响地走到他们中间 他虽然很想运用精神力探查一下这里 可他知道 他这样做并不明智 不知走了多久 路过很多岔口 丹纳特拉和他的手下 带着苏菲七拐八弯的 好像走迷宫一样 在苏菲看来 他们好像对这里非常的熟悉 熟悉到根本不用想 就可以知道要怎么分辨那些看起来一模一样 毫无差别的岔口 从那隧道出来 几个人再一次运用咒语 将苏菲带到一个昏暗的 长满了各种低癌灌木 却没有一棵树的地方 脚下的道路也是有鹅卵石铺就的 如果不使用精神力 五十米之外的地方 苏菲就什么也看不到 因为这里有着一层薄薄的雾碍 不是环绕在奥萨罗周围的白色云雾 而是像沙尘暴一样 暗黄的 令人厌恶的雾气 此外 这里还有一种甜心的味道 令苏菲感到胃里很不舒服 还有多远 苏菲忍不住问道 快了 丹纳特拉似乎不想多说 但也加快了步伐 他们的速度对苏菲来说 一点也不吃力 长期的锻炼 使他拥有着不错的体力和耐力 从那个长满了灌木的地方出来之后 路就好走多了 他们不停地通过念动咒语转换空间 不得不承认 想要跟踪他们 实在是太困难了 走过一片美丽的花海 终于 他们到达了所谓的目的地 一个巨大的海底空间 透过头顶的透明结界 苏菲看得到那些他从未见过的海底生物 当苏菲将视线从巨大的圆顶结界上收回来的时候 佳文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非常非常欢迎你 石华洛小姐 她的眼睛弯弯的 声音里透出真诚的开心和愉悦 亲和力十足 你好 苏菲也配合地勾了勾唇响 她十分清楚眼前之人的狠毒与奸诈 但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却并不是那样的 像个温润的君子 卫妆得相当到位 她心里不由地按赞 典型的伪君子一枚呀 佳文似乎从苏菲的眼睛中察觉到了什么 她的笑容扩大了 不要担心石华洛小姐 啊 对了 我可以叫你苏菲吗 苏菲克制住自己的厌恶 平静地朝她点点头 我可以问一下 她刚一开口 就被她打断了 试问安杰丽娜吧 佳文的声音越发地柔和了 甚至她发亮的毛子里 也有着真真切切的暖意 不相信我吗 她靠近她 苏菲一正 她是什么意思 怎么讲话这么暧昧 我的话当然是算数的 她已经被送到了 斯派克里你们住的酒店了呢 她鼠拧地朝她眨眨眼 令苏菲忍不住恶寒力吧 当然 恶寒的同时 苏菲松了一口气 因为奥萨罗通过缘 证实了加文的话 大概是发现了苏菲的变化 她再次朝她温柔地笑了起来 然后伸出手 轻轻地弹了一下她的额头 真是个有意思的小丫头 她的声音里 竟然有着几分令人惊恐的宠意 同一时刻 苏菲失去了与妖精界的联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